1996年向梁寶榮先生在北京碰到面的時候 不是何俊仁先生所說的人民大會堂開會的時候 我向他施壓 我亦都不是以什麼余委會副主任的身份 或者籌委會副主任的身份向他施壓 而是不過提他 就說這件事已經拖了那麼久了 你是不是可以早點給一個答覆 給有關的發展商 就是一句這樣的說話 所以有關那個指控 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 我也保留了亞太公司一部分的附屬公司的股權等等 過去幾年我股權的變化 這個有關的報道也沒有說 所以不存在什麼我一拋清袋的問題 有關媒體的經常性的 一些錯誤的扭曲的報道 已經對我在部分香港市民眼中 造成一定的損害 這個問題我們要切實考慮 這個不是只有法律問題 這個是一個政治 進入就在裡面 有關電視線 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要的存在